你的心就像一颗 红色石头 有着热情血液 这样的精神去变对高考 永远不放弃 当一个兵 一个字练 两个字苦练 三个字玩命练 宝哥 好久不见了 甚是想念 宝哥 我一看到你 我就好开心 我的天 宝哥今天太帅了 你也是太漂亮了 我应该叫你半生少年 对不对 因为有少年之亲的人 才会有颜值 才会有颜值 对 我昨天来的时候 其实在飞机上的心态非常好 因为每次来长沙都很开心 很愉悦 这样进了之后 我就是一下子就紧张了 我就想考试 紧张到我六点半就起来了 你知道另外三位是谁吗 我听说了 都是这种大师级的 来到这个节目的都是很厉害 固然也不可能来这个节目 别再说了 就是还得看就是 另三位是谁呢 半生少年请亮声 开门迎春春扑灭 抬头见喜洗满汤 丁文山老师的声音 有点像丁文山老师 丁文山 我们有请第二位 半生少年 我站不住了 我已经坐不住了 半生少年给我们带来的经典之声 第一段是拆弹专家 我站着 我得站着 稍微高一点点 压力这么大呀 都喊起来了 加油 加油 半生少年 经典之声 太胆转家 你是警察 你有你的责任 远离人群 不要靠近车辆 站在原地 这样的伤亡是最少的 清楚吗 你是警察 你有你的责任 远离人群 不要靠近车辆 站在原地这样的伤亡是最少的 你清楚吗 清楚 你是警察 你知不知道 知道 你的责任是真的 知道 告诉我你有什么责任 说 我是警察 我有责任 远离车群 远离人群 这样伤亡才是最少 我是警察 远离人群 远离车群 这样伤亡才是最少 好 他是分射了两个角色 这动作好厉害 这一段对于他来说 其实是非常困难的 他要在两个不同的人物之间 快速地切换 特别是 这两个人物都感情非常强烈 把练峰这个都算完成得还不错 这好难 两个情绪不一样对不对 对 二绝可不可难 这个难 因为 我们在地域 好难 这太难了 这太难了 下一个片段经典之声 熊 就要有熊样 他配的是熊二 这是后面在开嗓吗 开啥 找感觉呢 听见了吧 好美啊 好美啊 熊大 你看见没 阿美骗你 好美啊 团子 爱听妈妈说 你就是从天上来的 就像这颗流星一样 对不对啊团子 熊大要是在这就好了 其实熊大对我挺好的 自从妈妈走了以后 他就一直在照顾俺 就像妈妈照顾俺一样 想到妈妈 俺就想哭 可是他说 熊就要有个熊样 团子你说 熊到底是个熊样 睡着了 我儿子在家 他看熊大熊二 我知道那个感觉那个状态 但是既对又好 厉害了 好厉害 他手都麻了 手麻了 他现在处于手麻的状态 一号老师再给二号老师按摩呢 一号老师再给二号老师按摩呢 三号就过手了 三号也过去按摩了 朋友一生一起走 表示慰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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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就成四号了 四号在自己给自己按摩 奔得太机 用力过吗 就一下子松下来之后 一下我这胃特别疼 当那个王老师配完之后 我就开始 就真的紧张 我回头看看范老师 他一直在看本 看郭老师 他也不开始说笑了 他也在看本 甩过来的那个压力 就特别特别地大 都是你孩子 已经太大的压力了 我刚才有魏晶轮 魏晶轮 现在好了 就是可能刚才是这个 高度技术 半生少年 你觉得最难的是哪一段 天哪 那一段都很难 一个比较贱 一个比较感人 你喜欢哪一段 我喜欢贱 这句又想丁文山老师了 二号老师说话 跟丁文山老师说话 他特别像 我觉得这个时候 想问一下丁文山老师 有没有感觉 在自己的这个记忆库当中 搜索一下 其实我平常说话 也不这样 大家听得受 文山兄 你来一句 声林奇敬 然后我们再听听二号的声音 跟你想不想 好不好 嗯 好啊 可以试一试 快手短视频 声林奇敬 有请半生少年 来 快 快 快手短视频 声林奇敬 声林奇敬 那个韵味是在的 孟辰是个什么样的形象 他的形象 应该是我们这一辈初恋情人的样子吧 我们这一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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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恋情人 所以帅帅的班主任 你说的是他是吗 嗯 对的 二号老师 我刚才分析啊 我说在高中时候的班主任 那在那个时候呢 有一部戏非常地火 叫做十八岁的天空 老师您是吗 是 老师看着我 老师现在是在后面尬我吗 还打我呢 救他 下一个半生少年 接下来 迎面向我们走来的是 三年八班 三年八班 他们精神饱满 气宇献昂 迈着整齐化衣 铿腔有力的步伐 风风吹 战鼓雷 三年八班 谁怕谁 老师这个反应太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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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 继续 见诸 吉封 冲 吉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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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造 保建峰老师今天化身为半生少年来到舞台 如果面前还是你那一批学生的话 十五年之后要对他们说点什么 我是你们三年八半的班主任 古月涛 我还是老样子 不管你们的学习成绩有多么的优秀 还是你们长得有多么的漂亮 多么的可爱 在我的心里面 你们一直都是那群小孩子 今天我要说的就两件事 第一 要做一名好学生 不仅要念好书 更重要的是 要知道我们要为什么而念书 人生就是一场选择 不要畏惧 去选择你要选择的 第二件事 每一个人都是天上的星星 都有着属于自己的光芒 星光闪耀 需要你自己去创造机会 坚持你要坚持的 努力不放弃 希望有多大 我们的动力就有多大 愿你出走半生 归来 人是少年 又是美好的一天 加油 mayor 酱 梦